其实我们上一次上课呢 最主要的全部的东西都在讲一个 叫做一个collection 一个basis的概念 它最重要的只是告诉我们说 你怎么样来描述一个系统 OK 所以呢我们呢 上次有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linear space 对不对 那linear space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collection 你有很多个东西 OK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那假设这个是个space 那么它一定有space的这个要求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所有的相加一定要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OK 一定有它一定的规则在 所以我写的第一条 请大家看这边的圆圈圈的第一条 a definite rule for v plus w OK OK 它一定要告诉你 它到底是怎么夹的 不管它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是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上次已经有当大家看过了 它可以是个很简单的向量 一个箭头 或者是一个矩阵 或者是一个方程式 anything 管它三级二十一 只要能够吻合 它能够定义出一套模式出来就好了 它呢 也有很基本的一个定义 比如说你有一个常数 OK 那么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常数啊 沉进去 就这样子而已 OK 再来呢 第三个呢 很重要就是说 你认两个相加 它还是要属于整体的这个集合 这个叫做一个space OK 当然下面还有很多什么交换率等等的 杂七杂八的这一些 那这些 我们大家先熟知就好 然后呢 在这里面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定义出来 因为有这么多 并不在每一个当中都互相独立的 not necessary 有一些呢 比如说 这个可能是这个乘上二就可以了 或者是这个等于一跟三当中 做一些linear combination 或者是其他来做一些linear combination OK 假设你可以由其他所组成 那么你跟其他人呢 当中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状态 一个独立的状态是 其他人无法组成 OK 这个叫做linear 这个叫做independent 所以呢我们有定义一下 什么叫independent independent OK 那么 我这边 在讲义上有举几个例子 假设呢 我们这边两条线 真的是太潮湿了 所有的粉笔都撕掉了 A B 假设A跟B 比如说A那我可以把B 乘上一个什么东西就让它过来 就让它们两个相等 那么这个时候A跟B当中就不是 什么independent 它们是dependent 假设我有一条C 比如说我的我的C呢 我绝对无法由A跟B做任何事情组合而成变成C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说C对A跟B而言 它们是独立 independent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 那我还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看看 假设我们有个vector space 它本身呢是一个矩阵的集合 我这边呢只是写ABCD 所以意思就代表这里面ABCD 只要任何一个数字你把它填进去呢 就叫做是一个独立 是一个矩阵 OK 比如说我们这下面呢举几个例子 OK 比如说1 我们把1呢定义成这样 我们把2呢定义成这样 我们把3定义成这样 我们把4定义成这样 OK 好 那么我们想这一看你就知道 我任何一个 比如说3 你无法用1跟2跟4来组合成它 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1 2 3 4当中呢 全部都是independent independent OK 好 但是呢很好玩 independent之后会怎么样 会有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在下面写个but 做几个简单的运作给大家看 我把1跟2做内计 1要做内计 记住哦 这个kit在这边 我一旦kit写成bra之后 它要做什么事情 它做transfer 再做complex conjugate 只是因为它是时数 所以你做complex conjugate 结果都跟原来一样 所以你只要做transfer 所以你只要把10横的写成10值的 00横的写成00值的 再乘上2 2不变 这一层你就知道 第一个element 1010乘上00结果等于0 这个10乘上10得到的是1 然后00乘上任何东西都是0 你告诉我这个矩阵它是0吗 它不等于0耶 也就是说虽然说1到4当中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但是1跟2当中并没有锤子 对不对 要是锤子内积应该等于0 0就是所有element的通通都要等于0 但是它没用 OK 但是你看看 2跟3 2是什么 2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2从kit写到bra来的时候呢 它横的要变成直的 0100 OK 3呢 0100 结果你去乘它 上面是00吧 乘上任何东西都是00 下面10一乘上面都是0 所以它也是0 果真等于0耶 所以2跟3是不是互相垂直 是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纵使你有一个space 你可以找得到哪一些是independent 假设你能找得到最多的independent 比如说它就是4个 没有再更多了 那么就代表它这个space呢 像说这个的case 它是dimensional的 是 但是并不代表互相当中 independent的当中会锤子 那就很麻烦啊 假设不是锤子的一投影的结果就代表 你里面有我 我里面有你 到时候搞了啊 难分难解的 好像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样 那这下子就很麻烦了 我们希望呢 分出各样的因素出来 OK 所以呢 假设这个呢 我把这一些叫做basis 因为它是independent的 我把它叫做basis OK 那么independent的basis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有定义5呢 有定义5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呢 它呢 一个n OK a set of n个minia independent vectors in a n n 度空间 n 我们就叫称它为 这个空间的basis 这个空间的基础 OK 只是从这边 它告诉我们说 它未必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xyz坐标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它是垂直的 但是你要是去看晶体的话 晶体常常呢 比如说它是个菱形的晶体 那你告诉我 它的三边的走 会不会互相垂直 不会耶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比较容易看啊 所以到底要采取哪一个看法 就看你的需要 知道吗 好 OK 好那么要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说老实话 我们 就代表一件事 以任何一个vector 你可以把它写成是 这些basis的组成 就好像分量一样 你可以把它投影在它身上 每一个分量是vi OK 就可以很简单的这样投影 OK 所以这边呢 我做几个注释 OK independent to one another OK 它们呢是形成basis 那么这个呢 这个就是component v在i上面的投影量 OK 假设它是 有些时候 我们这个很容易看得出来 它们互相独立 它有的很困难 所以呢 基本上面 什么叫做独立呢 我们有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 假设它是独立的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把每一个 前面乘上一个常数 把它算起来 假设它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有一种状况下面 它的解值有一种状况 就是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系数 通通都要等于0 这个叫做independent OK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呢 上次有稍微讲到一下 假设你给 一开始就给你个basis 它根本就 它是独立 但是不垂直 我能不能把它转转转转 转到一个独立 一路是垂直的 那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它转过去 所以呢 上一次我有告诉大家 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OK 那不过我上次有个地方 我写错掉了 OK 所以这次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假设我们这边有两个向量 OK 假设这个是A 这个是B 你知道这两个根本就 它是独立的 在这个黑板的空间是独立的 但是他们不互相垂直 所以这个是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做法 我们希望每一个轴的本身 都是一个单位轴 也就是说 它的量的大小 我定义为一 我们叫做autonomous OK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先把A 我们把它定义成 怎么样 A呢 除以 A的怎么样 我看看 这样子 我把它换成 你们笔记上面的符号 我不把它叫做A OK 这个叫做1 这个叫做2 所以呢 第一个呢 一定是1这个向量 除以1的大小 对不对 除以 我写大一点 除以1的大小 OK 请你记住 我上次写太快了 我那个1的大小 是把你写成为什么 I跟I 1跟1 自己怎么样 内积 但内积完 你要取更好 这个才叫做 1的大小 OK 好 那第二个怎么办呢 第二个你要怎么办 1是这样 假设我已经把它 normalize了 把它变成为1 那么我怎么样来 把2取成 可以跟它垂直的 那很简单啊 我就稍微画一下 我希望把2取成这样 这样就好了 这个叫做2 那么这个2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你必须要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东西可以分成为 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在这边 一个分量在这边 这个叫做2 我希望把1的这个 先把它杀掉 所以剩下就只有这个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再把它大小 除以它自己 那它的 诶 它的长度就会缩短 成为1的长度 那就很简单啊 那我呢 就把2 自己 减掉 水平量 水平量是不是 2在1上面的投影 是不是 2 2在1上面的投影 2在1上面的投影 是不是 我这一投影完之后 是不是剩下这一段 但是呢 不要忘掉 我要向量加减哦 假设我只是写这样 这只是个量而已啊 我根本就看不到向量 所以呢 我必须要怎么样 把2的向量加上去 抱歉 抱歉 我应该把这个投影在 在1上 这个1 2 3的1 OK 投影在这个地方 那前面这个也是1 它的方向在1上面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算出来了呢 只是这一段而已啊 我要出于这一段的大小 那 是不是最后的2呢 是不是等于2 除以2的大小 对不对 这样子就好了 那你就一样画葫芦啊 一路下来啊 最后呢 全部呢 都可以求得到 把一个basis 从没有互相独立的 转过来 转成一个户 不 从一个互相独立 但是未必垂直的 转过来 变成一个互相独立 而且垂直 而且我喜欢让它的量是1 那这样子对我的帮助 就非常的大 OK 所以第二页这边 我又 从各位的这个课本上面呢 列下来一个例子 就是有三个向量 你如何把这三个向量呢 转成三个互相垂直的 的这个basis OK 请大家好好的跟着它做一次 你就会了解 OK前面是讲basis 我们已经讲完了 space也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介绍个叫做linear operator的东西 上次有稍微讲一下 linear operator的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本来有一个 vector V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V 然后呢 你不喜欢它在这边 你喜欢把它转换过去 转换到一个Vplung的地方 那么它跟原来有什么关系呢 你当中给它一个operator Omega 这个呢 就是transfer 把Vtransfer到Vplung 就要像我们上次举的一个基本的例子 旋转rotation 你可以把rotation的 的这个operator呢 放在这个 Vector上面 前面一运作之后呢 就像那你把后面这个Vector转那个角度了 那这样就很方便 对不对 我可以一直的做 OK 那么 我们来介绍几个东西 OK 好 第一个呢 Identity Operator 这个是一定有的 OK 这边给个I 这个I跟那边的这个罗马字的E 大家不要搞混了 那有些书本呢 大家 他喜欢用E ABCDE的那个大写的E 所以这个不一定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一个向量 把一个Vector呢 转换完之后呢 只是变成他自己而已 你说这个好无聊 这个当然叫做Identity 对不对 但是有他的意义在 所以同样的 我要是运作在一个Bla上面呢 他就等于Bla自己 OK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边要 这是上一次的一个例子 Rotation Operator OP OK 我们说R呢 2πI呢 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Rotation By2π Along I axis 沿着I走 转2π 所以这个呢 你眼光就立刻恢复到 直角坐标系统 I J K 然后呢 他现在是沿着这个旋转 记住 我所有的旋转都是逆时针 也就要遵守我们右手定则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会这样 OK 这样子的旋转 那这一转 我们就知道 J一定转到K K一定转到负J I呢 自己是转轴嘛 管你怎么转 他还是I啊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的 你一定是怎么样 你运作在I上面 他得到了 还是I 所以这样一看起来 这个旋转的 Operator呢 运作在I上面的时候 得到他自己 他好像就是个 Identity的Operation 对不对 The Operator 好 好 那么 假如说 我们把运作在第二个 OK 我把这个叫做1好了 重新来 叫做1 那么我把这个叫做1 1是沿着他 有个2是沿着他 有个3是沿着他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2呢 运作完之后变成为3 把3呢 运作完之后变成为2 对不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我们上次都讲过了 好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假设有个向量 好 这边有个向量叫做A 所以这个A 很容易的呢 或者是把它叫做A OK 好 我们这个A呢 自己本身呢 可以把它投影到 三个linearly independent的 这个坐标系统 所以它会有A1 1 加上A2 2 再加上A3 3 OK 它会这样子 那你现在把它运作一下 假设我把这个Rotation Operation 2排I呢 运作在A上面 那是不是相当于 我运作在每一个上面 对不对 那我可以先这样子写 OK 然后我现在开始运作进去 A1是什么 它只是个投影量而已 所以它只是个常数 常数你放在前面后面 通通都一样 那是不是相当于 A1 然后就R2 排I 对 1 作用 A2 R2 排I 对 2 作用 对不对 再来 再来 A3 R2 排I 对第三作用 所以我们一算完下来之后呢 它会等于什么 A1 这个不变 所以还是1 A2 这个运作完变成多少 3 A3 后面这运作完之后 变成负的 第二 所以你要是很仔细看的话呢 假设我们现在按照A1的顺序写 你发现后面的这个basis的order有变化 对不对 前进后有变化 假设你要按照后面的order写 那1呢 还是A1 2呢 会变成负的 3呢 会变成A2 那你就变成前面的顺序不一样 了解吗 也就你转换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 它的坐标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 重新定义 这个重新定义 这个重新定义 我要是同样的维持上面的 这个A1 A2 A3的顺序 我可以把这个叫做 大1 大2 大2 大3 OK 那么这样子呢 你也可以定义出新的坐标系统 好 为什么linearly independent很重要 operator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求解的时候呢 我们从 大概从大2开始吧 我们解的问题很少是很简单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解的问题几乎都是boundary value problem 也就是说它这个微分方程式 最后你必须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的时候的解 里面有些常数项 有些位置数 你要靠initial value problem initial的condition 或boundary condition 下去决定它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就想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假如说 我能够把这种概念 apply在这个地方 那不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我们一般知道了 是一个微分方程式 这个微分方程式的本身 可能是一条 可能是两条 可能是n条 那你这时候怎么办 你希望去求得一个解 那希望求得怎么样的解呢 我们希望求得一个解呢 是怎么样 假设你知道 一开始 时间一开始是什么 假设这是一开始 大家设定了嘛 起始条件嘛 那我很想知道 任何一个时刻 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不就是我们的任务吗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它告诉你 我只要求得这个就好 不是很方便吗 假设你可以求到这个 那其实条件摆在这边 这一算 啪打你立刻跑出来 多爽 对不对 每个人都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好不好做 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好做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几个概念 待会我们就要引入了那几个概念 OK 好 这个就好像啊 像我那天还是跟我女儿讲 我女儿就在问我说 一件事情 为什么电脑断层 可以看得到人的这个 这个体内的东西 我说这个很简单嘛 我一个光速打过去 假设我知道它起初的能量 这一打过去之后呢 比如说这个是周雄 OK 假设这是他的肝脏 OK 那我们呢 一束X光这样打过来 假设我知道它一开始的能量 它经过这边要吸收 要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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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射出去 之后的能量当然跟前面不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知道 当然不知道啊 假设只有一条 你怎么可能解呢 一条方程是N个位置数 那你怎么解 假设我妈切成十个点好了 一条方程是十个位置数 你怎么解 所以你一定要有十条 Independent的方程式 才可以解得出来 对不对 那你如何跑出十条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想起来就很单纯嘛 假设最简单啊 我这边也这样子下来 哇好棒 那射出一大堆了 好 射完之后我要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 再把它 仪器转个方向 当然不是人转个方向啊 对不对 人生病已经难过了要命 又跟他转个方向 所以呢 你再转个方向 我是不是又会有好多条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你要是 你要是做出这么多光源出来 当然是蛮贵的 对不对 谁有那么多钱啊 做那么多光源 我做个光源就好了 一直扫 OK 那这样子呢 就全身都扫完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交叉点 那我可不可以解得这些交叉点上面的解 当然可以了 对不对 只是这不能用手算而已啊 能不能算到民国纪念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开始呢 大家都知道怎么算 但是没有人算得出来 因为没有人有时间去算 因为算完大概要一年多 那个人已经死掉了 我看 所以最后面呢 那个为什么拿诺贝尔讲 因为他把这种技术跟电脑结合 他这样射过来之后 你知道这边的量的大小 你知道 解完之后 你就得出一片影响出来 所以早期一拍完之后 你还看不到影响 因为电脑很慢 你也知道 现在很快啊 这样一路这样拍过去啊 立刻解都解出来 而且越切越细 就代表你越来越多条 类似越来越多条 那这个时候 他解析度就越来越高 对不对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解得你全身的影响 这个 这一片的影响 那全身去切很多片 一路一路切下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看到到全身的影响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那同样的状况也是一样 像前一阵子 有一个计划 很不错的一个计划 比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台风呢 都很难预测的很好 其实台湾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预测大概全世界一流了 因为误差度很小 对不对 你看看那个美国 他说 哦我们这个飓风要登陆了 从哪边到哪边 大概这一周到那一周 从这边横跨到那边六百公里 OK 他从那边登陆 我怎么知道 那还得了 要是到了台湾 你不晓得他登陆到底是宜兰 还是屏东 早就被骂死 但是这个从上面到下面 才三百公里 对不对 他精确度是比较很准 大概他只能够误差几十公里而已 要不然就被人家骂了个半死 所以很准了 但是还是不够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了边界条件 太少了 太少了 太少的时候 你不晓得台风那边怎么样 重点你地面布满了 只是地面一层啊 那你告诉我高空一公里多少 两公里多少 三公里多少 你完全不知道 那不知道你怎么算 那只好猜啊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经验很重要 算完之后还要有人猜 所以才有工作嘛 对不对 才有那个气象预报员的工作 要不然他们都不要吃饭了 所以那开始有人呢 在想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是地球 这是大气层 那我要怎么办 美国不是送了24个卫星 去做GPS吗 24个卫星 快速的在地球 绕了绕去绕了绕去 哇太棒了 GPS是干嘛 假设你有人在这边 他送出个讯号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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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GPS上面都会有原子钟 全世界GPS都同样一个时间 发送出同一个讯号出来 起码他时间给你的时间 是准确的时间 然后你接受到不同的时间 你也知道他的位置 那你一算 你就知道你身处何方 这个不就是电脑断层吗 对不对 好 他们就很想要在地球上呢 找很多点 当做接手点 哇这边有 这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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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大堆 这样进来就相当于 因为他一直在跑 那是不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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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进来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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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进来 有了这样跑 有了这样子跑 那我就有交叉点了 我是不是就很有希望 可以把怎么样 全天空画出几个点出来 假设一公里一个点 总比你没有好吧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解得 这个大气层的一些状况 哇好棒 对不对 结果呢 有人就用这个发展 发展什么 把那个引擎飞机 引擎飞机雷达看不到 但是那是对雷达 对这个GPS未必 对不对 他会挡住GPS的讯号 OK 他就利用这个来 来追踪 一下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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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可以知道 你大概怎么跑 对不对 那这样子 也是很棒的一件事 好 好 大概了解一下 那对我们亮丽而言呢 我们就是解 久听归归归旋而已 你任何一个问题 你把哈密托尼尔 写出来之后 你就开始解它 对不对 各位学这个 古典力学的时候 学了个痛苦 个半死 就因为解那个方式 解了个半死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面对它 那你就要找个方式来解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有一个 这个是Original Original basis 一开始 这个是怎么样 有Plunk 是我们的New basis 或者你把它叫做 任何一个时间 假设你有个Vector 这是Original Vector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搞到老伯 要做个很简单 Linear Operation 要把一些Basis 定义好 那是因为你有任何一个特性 假设这是一个特性 那一开始 那一开始 时间的状况 你是这样 之后你转移到 下一个 那么你只要知道 有个Linear Operation Operator 那么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把Original转换到新的 也相当于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个Basis 从Original转换到新的 那你剩下是怎么把它求出来 OK 怎么把它求出来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啊 在这边写下 新的地方呢 它每一个component 都是有个Plunk 假设是N的Dimension 旧的这边呢 原来的这边是 它没有Plunk 它每一个 坐标上面的towing量是这样 所以我只要知道 中间呢 就好 中间的是什么 中间呢 就是Omega 1 OK 这样子 你只要把它求出来就好了 我们说的事情 就是在求这个 所以我希望今天 要是来得及的话呢 我能够跟大家 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个 剪邪震荡的例子 一个Couple的 剪邪震荡的例子 各位已经在 大尔学过 假设你要复杂一点呢 就去大使看了 Keter的那个固态物理 第四章 热的震动 你热不是会让 一颗原子震动吗 对不对 但这个原子 它不会单独在那边震动 跟旁边没有关系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棒球场 一个人跳起来 旁边也会跟着跳起来 OK 所以呢 你就有个坡洞 对不对 大家知道讲好 可以弄个坡洞 所以在一个间接里头 也是一样 你跟旁边都有间接 你一动旁边会跟着动 最后面的结果 就形成一个坡洞 OK 但是这个坡洞 很好玩的是 它要形成 柱坡才会存在 以量子力学颜光来讲 就是它要形成 怎么样 量子化的状态 OK 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描述它 怎么去解它 那就很简单 你就用最基本的 牛顿运动定律开始 然后你就建构出 整个equation of motion 最后就把它解完 就解出来了 OK 只是解出来 代表什么意思而已 OK 剩下的就是固态的问题 好 那我们呢 这边呢 暂时 看到这边 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解决一下 我可以解决一下 谢谢大家